上來新聞有在開車的家屬人就要特別注意囉 車輪家屬人不就是車門開了 別人不洗手去農到就不接近 同樣是會接到冠絲 不一定就發生一間意外的這個事故 整位車主將車停好洗了後 打開車門要拿東西 所以後邊來的機車去農到車門 騎機車的人設定在路上 又差一點又過公的車輪來告過 健康表示這種路易所的健康 教室人可能要去過些傷害的罪行 教室人一定要特別視乎 因為比當初做俗仗是一位外國人 言語不通 處理車好的環境也無法 家鄉鄉這裡說不清楚 警方調多感激去外面帶兵精神 這幸好這位外國人一個清白 也是照時速開 然後開到一半就忽然有一個很大的聲響 對啊 那我們也是蠻訝異就是說 那個地方剛好就是有檢視器 然後整個過程錄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也很感謝 緊急調閱附近的檢視器 來釐清這個案情才發現是 那個機車騎士先撞擊同向車輛的一個 自小客車開啟左側車門的行為 那彈回到對向車道 才被這個外籍人士 所開啟的這個自小客車碾壓過去 發生意外的地點 是在玻璃在南岸路跟民生路路口附近 作出車主 就是將車停在西江中的路邊 在他們處發生開車門 從後面來的機車撞到意外 我聽得很大聲 我在裡面在主門 我聽得很大聲 我轉出來看了 他第一台機車壓他在那個角 我才叫我老公出來 就幫他扶了 機車技術比善意治療一後 已經沒有什麼要緊了 只是警方也表示 這間驅鴨 雖然是車門打開一後 才被機車撞到 車主要是可能會因此吃汗 那這種開啟車門 你還是要注意 前後方的來車的行車安全 導致後方來車 有傷亡的一個情勢的話 舊責起來可能還是有這種過失傷害 甚至還有如果是導致死亡的話 還有這個過失致死的一個 一個心者存在 警方強調 不是打開車門是去撞到人家 有事 特別拿車手有車用家屬人 車停在路邊只要將車門打開 都要注意過路人車的安全 一隻翁家醒 彩虹波德